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许散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关于元朗721黑衣人的暴动案 精彩了 控方就去盘问一下林卓廷 首先都要问一下你是不是很熟悉元朗 和元朗有什么渊源 因为要证明得到他 或者有证据显示 元朗的事不关他事 何以为他这么紧张 要这样走进来 还有其他黑暴友一起跟他进来 当然他说不是很熟悉市民的人 不知为什么不弱而同地穿了这些深色的衣服 在他口中叫习色 这些人是很贱格的 又叫人做手足 现在上到法庭就不认识人 他也有说一些 四五岁的时候搬去屯门 再之前出生到baby的时候 都是在元朗住的 之后一个月都有两三次去元朗 是看朋友 红桌的对于凤尤北佳和鸡地那一带 便不太熟悉 只是熟大马路那一方 一般来说去元朗玩的也是熟悉那些 也是回大马路那边玩的 沿着两旁去买买买买看 控方很巧妙 就问他 当时你当时是立法会员 另外是北区的区议会民选议员 你两个选区都不包括元朗 你也没有办事处设在元朗 你这么紧张元朗干什么 就算是查询他的东西 都是关注北区水货问题、大厦围标、联署人士安排 都没有见过你和元朗有什么关系 林卓廷说我不止这些议题 还有其他的 匆方追问他 你好像没有就着元朗的事件提出什么询问和关注 死死地气立刻说 印象中没有 想保留一句实际上会不会呢 为什么会通过来呢 很明显你见到别人说要保卫家园就进来挑战 这些是摆明的 所以匆方就问他 事怕当晚有没有见到有居民拿着牌 写着保卫元朗保卫家园 这些谈话精 我留意到有人举牌但没有留意到内容 那晚已经在很多媒体都见到 元朗的朋友就说收到封他们进来 元朗要搞事 所以才做保卫家园 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做 要说保卫家园 人家也有原因 最难过就是他们用错了这样的方法 在元朗站里面 这样打发搞到暴动 如果真的乖乖地肯等警方来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当然 一条锁匙就不会响 两条锁匙才会响 两边都真的有打斗和挑衅 黑衣人这边当然 罪魁祸首 摆明的就是你这个林卓廷 控方也很巧妙做好很多的资料搜集 19年7月1号 那帮人去搞立法会大楼 其后大楼里的警员都叫做撤退 林卓廷说 记得初期是有警员的 但知道有人冲击之后 其他立法会员已经去到现场 劝示威者离开 再说19年7月13号 上水有反水货游行 那些人就去搞药房 我还记得其中有一间药房被搞到的 就是我朋友开的 他真的很惨 警方也有去驱散 林卓廷也有去呼吁 参与者和平散去 我们两次都看到 你又说自己又去劝人走 不要搞事了 你的手法你的惯性应该是这样的 为什么 去到元朗这次121的暴动 你又不叫别人走 只是叫他们站厚点站厚点 向人说粗口 有着骂 你就叫别人不要动 但黑暴的手组不断扔人 向人吐水 说粗口就固然知道了 所以控方也问 是否同意警方要求民众散去 但民众未必一定会跟 甚至会用一些对抗方式 例如扔杂物 冲击警察 林卓廷同意有这些情况 也会数回他 在19年7月14日 沙田新城市广场有发生警民冲突 也有警员受伤 他当时也有参与游行 他问有没有直播拍片 他说没有了 但当时有手机 官问到他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你一个人 你不怕落单吗 他说那里没有白衣人打我 还要阻一句白衣人又一句白衣人 这是相当可乎的 就着元朗吹大鸡的问题 控方也问得非常巧妙 再一次要赚一赚 这个信息是怎样得回来的呢 林卓廷也说了 留在游花园 721之前 已经看到新闻了 有人说 会对元朗黑暴友 或者穿黑衣人 对付他们 但他不知道会是指721那天 他说 看到有个支持政府集会的人士 也说过类似的信息 如果在一个集会里访问了一个人 他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代表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是不是叫做那么杀有介事 他说 当时看到一些参加支持政府集会的人 有很多民生 还有不少人被揭发是黑社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要动你们 怎么会 开口 提定你们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全部进来 还有 警方也会知道 他说721那天看到 藤条一杂杂和集结的相片 所以担心元朗会出事 所以打给当区区议员王伟然问 这个姓王的 说给林卓廷听 是呀 香头吹大鸡 而且有剧本 跟他们口角会合你几下感 因此 警方已经知道这件事 也有所部署 最搞笑的是 控方说到什么 得元朗得天下 这句 记住 官 也有问到很好笑 他问得 得元朗得天下 这个文宣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很夸张 元朗 这个不是 中环 金钟 为什么会得天下 林卓廷都说这是狗屁不通 怎么得天下 回来 这个叫吹大鸡 原来你也是听 有没有市民向林卓廷求助 叫他进来元朗帮忙 原来是没有的 他没有直接收过市民求助 说元朗出事 只是在网上看到讯息 因此 市民担心 所以他就进来 控方会质疑 你没有向其他人查证 而且 之前 见到支持政府集会的人 有怀疑黑社会的参与 但不一定 他们就是 元朗要集结 要搞事 那批人 同一批都不承认 他就 一下子就赖到姓王的 前区议员 就说他做了区议员几十年 所以就相信他 这样就进来 你完全 收到封 一个人进来 又要叫警方 这样又那样 因此 官都要问他 你认为真是真的 他可以说反话 学你这样行不行 他说看到元朗集结的相片 然后 控方也问到 很盗欲的一句 会不会是区内的人 担心有外人入元朗 搞事 这个 不是会不会 是摆明的 就是不想 你们这些黑衣人 进来 搞搞阵 即是拉横 也好 或者搞什么事 也好 或者倒路也好 所以就拿好藤条 穿白山维基 如果进来就动你们 某程度上 他们是否一个宣示 装空作势 来吓你们 让你们不要进来 或者良好议员来看 都是做个准备 你把做 Performance acontecendo 可能找个藤条去 走第一 总之你们这些人 如果是搞戏事 或是破坏 突然推一下垃圾车 穿黑衣服也不代表支持反修例 你如何分辨? 有些人游行完后 穿黑衣服也可以 这是很危险的说法 你不要玩 我们有跟开这宗法庭新闻 其实也有提到 你们自己说 收到消息 如果穿黑衣服的 回到元朗 或者在元朗站 进来的 如果没有搞事 就不会配合他 如果搞搞阵 就配合他 不要拆财良民 你自己这些说法 在庭上已经听到 已经说过了 还假装不知 都说了 不会亂配合 控方 也有提到 何君堯曾经在直播中 提到沙田上水 有人搞事 担心元朗 会遭遇这帮黑衣服 林卓廷说 我没有兴趣看他的直播 但之后 看新闻知道 他说 何君堯鼓吹暴力 这个也挺好笑 你们这些黑暴 才是最暴力 612已经 扔砖 用铁资 集警 已经是暴动 所以才叫要撤回暴动定性 你们这些人 还要说反话 你也是 骂人转 诶人转 说人家 鼓吹暴力 你们扔砖的什么 扔汽油弹的什么 不暴力 有没有搞错 还说有印象 何君堯曾经 要将他们 打到骗鸡不撓 我觉得这句 是不是 有什么 那么杀有介事 可能也是这些 说话 令到他 被误会 说 元朗的事件 跟他有关 所以我都觉得 很无辜 假设 如果我说一句 你们千万不要这样乱来搞事 元朗的朋友 不会让你们这样做 如果你们真是 搞破坏 把他们的家园 真的将你们打到 变革不留 千万不要 可能用这种形式 来劝了 有些人 千万不要想起这些 我不是说要帮着 何君堯 有时候你自己 都可能会说 类似这样的说话 是不是 你也说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是不是 现在有没有去哪 追求了什么 不要笑死人 垃垃 控方其后都问 有没有可能 用错了方式保卫家园 他很大声说 不会 林卓廷又说到 那个厨师的背部被打得花了 他就觉得 担心元朗出事 他说 当时的焦点在中联办 反而 他觉得元朗 是没人理的 所以就担心元朗出事 所以就去看看 他当时不觉得 元朗严重过中西区 他再说到自己很劲 他说 官都挺有趣的 他说 但是你行动上 觉得 你说没用 行动最实际 他说 他说自己不想去什么激烈场面 又说不知道元朗会发展到那么恐怖的局面 控方就质疑 如果当时中西区已经出事 你仍然选择 一个可能会出事的地方 你不去一个已经出事的地方 他说 我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入元朗 其实这个质疑 是对的 很坦白说 就不单止元朗 是 他只说有危险 那个危险是什么 应该是倒转 如果 我们看到 元朗的村民 吃饭 然后 放些藤条 然后拿着棍子 拍照 就说 如果 你们进来 我就招呼你 假设你这样 你作为 认识 这些黑暴 理论上来说 或者你担心元朗会出事 你不需要进去 你利用社交媒体出帖 或者有这样的情况 你就不要进去 你觉得 会不会 在港铁站 即是元朗港铁站 见一个黑衣人出来 就打一个 不民情又这样打 你想想都知道 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是不是 穿黑衣就要打 有没有那么夸张 到时有什么事 这群白衣人 就自己要 进去 为什么会在元朗站 打起来 会搞成这样 就是你林卓廷和那群人 在集岸和集内 有一番对抗 在这样搞 所以 控方问得很适合 当时中西区 在一个不知有没有危险的地方 还要说 带队 说明 要进去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们放明 就进去搞事 你只不过 扮进去 看看有什么事 就等于 王中瑶 他明明想进去立法会 但是 他说 要帮人买个充电机 所以才要进去 给充电机 但就不知给了个什么人 然后就走了 你只不过 是想进去 为这些手足 暴徒 压气 激励他们 其实两者很近似 这群人的惯性手法就是这样 控方也问 你不想去激励的场面 是不是 他说要视乎事件 因为中西区 认为许智峰 珠海迪 控方也说 他选择入元朗 是看到 港岛已经用了大量的警力 所以他们想去 距离比较远的元朗 挑起事端 目的是令警员疲于不明 完全刺中他的要害 大喊 完全不同意 他再被控方折 即是想直至攻击警方 办事不力 又是 如果真的 警力不足 要去到元朗站 可能真的要 比平时多 比城市多 他说完全不同意 我怎知道他们这么久 哪有水晶球 大佬 你帮人就是想这样 遏走警察 警察来到你 遏不来 来得慢 又说人家慢 走又叫人走 控方也继续说 他的目的 是来到火上加油 不是 声称的 保护市民 他说 一直叫人 不要出门 拉人到后面 不要动手 正正 不想跟那些人有接触 你一直叫这些说话 不要打 但其他人 其实是压不住 我们自己 平时的劝人打架 也是 不要打 但其他人 还在打 如果真的是 你的人 你就不要用这种态度 还说 当时已经联络了警方 想他们快点来 谁知道会这么久 怎样演绎到我火上加油 我叫到他们 不要动手 他们是这样打得 那是什么事 他还觉得 自己被人打得这么伤 就 问心无愧 大男人站前面 要保护女性和长者 对不对 控方也问 林卓廷到场 如果真的想保护市民 和监察警方工作 叫市民不要出门 直到 驱散 集结人士 林卓廷应该尽量阻止 提醒白衣人不要打人 要尽力 去渴止他们 希望缓和局势 不要恶化 林卓廷说大致上是这样 都是想保护市民 没办法 所以现在那些 黄友的 POL也好 或者什么什么都好 经常都说 林卓廷只是想去保护市民 竟然被人说他是暴动 所以 因为这件事 觉得太失常 来保护人的人 都变成 被控暴动 大家知不知道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离开香港 这个香港 我再熟悉的香港 有些当林卓廷被控暴动 担心到要走 未必担心到自己是被拘捕 对于这个地方 很失望 警察都会变成这样 明明有元朗的人说要打示威者 他示威完 回来元朗 都要打他 林卓廷就过去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他们打人 林卓廷也想撑住 白衣人不打人 那就行了 但你撩白衣人 你应该要阻止 别打 但是 你一边阻止 别打 但别打 其实人家是这样的 你越叫他不要打 他更加想打 心仰仰 自己年轻打过架 躁起上来 有人劝自己 不要打 就更加想打 大家不知道心理是怎样 就因为 如果他劝我 不要打 我就缩 我就不要打 那我豈不是好没面子 我怎样下台 你不叫他不要打 是要叫我 怎样阻止我不打 你就会更加想冲他打 所以 一边劝着别动 他不停冲 就有这个心理 林卓廷最擅长 做了这些 和立法会言 毛孟静 不要进去 哭口 想想 要坐10年 那些人更加想冲进去 10年就10年 那时候火遮眼的人 就会这样 所以那时候还骂 毛孟静 是你的队友出卖了我们 说梁耀宗 为什么不做立法会主席 那时候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大家继续留意着这件事 期待林卓廷追成 入去 冒监 要为这件事 要是负责 多谢大家 拜拜